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,我是小丽 我们今天用两种食材 来做一款简单好吃的蔬菜饼 健康营养又美味 天天吃也不会发胖 准备一根西葫芦 清洗干净 擦成细丝 然后加入少许的盐 拌匀,腌制五分钟 刷一下水 腌制了几分钟以后 刷出来很多的水 洗葫芦丝也变软了 我们戴上手套 钻取多余的水分 接下来调泡 加入少许的白胡椒粉 一点点鸡粉 再加入40-50克的即时燕麦片 燕麦片的量要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地调节 把它抓拌均匀 然后分成小份 先钻成团 再做出小饼的形状 饼底锅中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下入小饼 一直保持中小火慢煎 现在一面定型上色了 再把它翻过来 煎另一面 大约翻两次就可以 大约翻两次就可以 烙到小饼的两面 都金黄 上色 就可以出锅了 这是一款做法 非常简单的蔬菜饼 可以吃出蔬菜 和腌麦片 本身的味道 口味清淡营养 很适合做早餐 喜欢的小伙伴们 也会动手试一下吧 明天见